根據氣象局的資料顯示 受西南風增強影響 這個星期全台灣高溫炎熱 星期一、星期二中南部有間歇雨 星期三到星期五東半部午後 也會有局部短暫雷震雨 或者是大雨發生機率 建議有安排來到花蓮 參加夏戀嘉年華的民眾呢 一定要攜帶雨具 花蓮夏戀嘉年華在25日晚上登場 為期到29日 而根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 這週受到西南風增強影響 全台高溫炎熱 週一週二中南部有間歇雨 花東地區屬於多雲稻晴天氣 週三開始又恢復點型夏天形態 午後會有局部短暫雷震雨 或大雨發生的機率 2526因為受到西南風比較增強 還有颱風外圍一點影響 所以我們的水氣還多一點 所以我們的天氣是一個 多雲稻晴的天氣 那從27日到下星期一 31日的情形 大概就是一個 比較正常的天氣 就是像比如類似夏天的天氣 一個心態 就是午後會有一些雷震雨 那目前氣象資料看起來 在29日跟30日的時候 在中台 中南花蓮地區 會有比較大一點的雨勢 局部地方有比較大一點的雨勢 並不是說很大 但是它的雨勢會比較強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 整個這一週的天氣系統 看起來還是一個偏向於 午後熱對流產生的 午後鎮雨的一個心態 週末全台降雨趨緩 天氣逐漸穩定 這週氣溫相較7月稍微下降 日夜稍有溫差變化 不過紫外線指數人偏高 建議有安排戶外活動的民眾 適時補充水分 做好防曬 西邊山區遊玩 留意可能的吸水暴漲 記者長方言 華臨時報導